这一讲我们进入周慎晋王五年 资质通鉴详详细细记载了两件大事 一是秦国伐属 二是燕国政变 这两件事深刻影响着历史走向 对古人的思想观念也造成了长久的挑战 我们呢先从第一件事谈起 秦国伐属 资质通鉴的记载出自史记张仪列传 文字小有改动 第一句话就改了一个关键字 史记说的是包属相攻击 资质通鉴改成了八属相攻击 史记版本的包 草字头下面是而且的且 常见的读音是句 这里之所以读包 是三国年间属地学者乔州考证来的 说这个字应该和八属的八读音相近 那为什么不直接读八呢 还真有这么读的 史记所以就是这么注音的 前面讲过 那时候的八属一带属于华夏文明中的蛮族地带 蛮族没有成型的文字体系 事物的名称往往有音无字 而当华夏文明需要记录八属事件的时候 只能依据读音找一个字随便配上 这就意味着只要读音差不多 这个字也行 那个字也可以 哪个都没错 但华夏文明总喜欢显摆自己的优越性 给蛮族的部落名和地名找对应汉字的时候 特别爱找一些辣眼睛的字眼 不是虫字旁 就是卷右旁 这个传统呢 一直延续到清朝 欧洲列强的国名 一个比一个更像蛮夷 包和鼠 从字面看都不太顺眼 包后来很少用了 资质通建版本的霸成为主流 霸呢 也不是一个好字眼 它是象形字 模拟蛇的模样 传说当地有一种大蛇 能吞掉一头大象 山海经说过 八蛇十象 三岁而出其骨 蛇啊 虽然大 但消化能力和身材呢 并不匹配 吃掉一头大象 足足需要消化三年 西晋大宰子佐斯 写出成名作《三多妇》 造成洛阳只贵 文章啊 就有讲到 图八蛇 出象格 说的是杀掉巨大的这个八蛇 取出大象的骨骼 很有画面感 事情本身呢 当然只是夸大其词 但隐藏在夸大其词背后的 就是华夏文明 对八地的刻板印象 导处逝舍 极其凶险 移居指数为零 周深静王五年 八鼠将攻击 这话给我们的感觉是 八和鼠两大蛮族势力 打起来了 对应今天的地理 大体上说 八是重庆一带 鼠呢 是成都一带 八鼠两帝 向来不和 华阳国志说 八鼠是战争 世世代代啊 打个没完 直到今天 重庆人和成都人 还经常 彼此看不惯 很有意思 这一回 八和鼠 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自治通鉴 没有交代 但胡三行在 注释里讲过 鼠王啊 把兄弟封在汉中 号为包侯 包侯名叫家蒙 所以包侯所在的成义 也叫家蒙 包侯虽然是鼠王的兄弟 但偏偏啊 跟临近的八王 走得很近 所以当八鼠交恶的时候 鼠王气不过亲兄弟 吃里爬外 于是 嚷外 必先安内 先对包侯下手了 包侯打不过哥哥 逃到八国避难 八国呢 也不扛打 向秦国求救 鼠国啊 得不了手 也向秦国求援 这才开启了 引狼入室的一段大戏 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 八鼠之地 所谓王与侯 只是华夏文明 拿自己的政治概念 套上去的称呼 并不能和周代宗法结构之下的 王侯体系 等量器官 我们理解成首领就可以了 再看家蒙 熟悉三国演义的同学 对这个名字 应该很有亲切感 因为刘备入蜀的时候 在家蒙关 很有戏份 家蒙在今天 四川省广源市 东北不远就是汉中 西南三百多公里是成都 东南同样三百多公里是重庆 北方军队如果拿下了家蒙 就方便向南占据四川了 家蒙一度改名汉寿 关羽被封为汉寿亭侯 汉寿是地名 亭侯是绝位名 并没有一个叫寿亭的地方 但汉寿亭侯经常被误解为汉朝的寿亭侯 宋朝啊还有人伪造过受庭侯义 话说回来 八国请秦国帮忙打蜀国 蜀国请秦国帮忙打八国 所以秦国需要决定两件事 第一呢 汤不汤这趟浑水 第二 要帮忙的话到底该帮谁 但还有第三条路 那就是我管你们谁对谁错 谁行谁输呢 我只想趁火打劫 那么趁火打劫 也还是有必要拉一派打一派的 怎样安排才好呢 秦桧文王准备出兵伐蜀 但决心不容易下 因为蜀盗难 交通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正在这个时候 韩国竟然打过来了 资质通界没有交代韩国在五国伐秦失败 羞于之战惨败之后 怎么还敢单枪匹马的挑战秦国 推想起来 大概是公孙衍新晋就任韩国总理 舍不得扔掉自己头上 合纵主持人的这个政治标签 所以呢 主动出击一下 大约不会和秦国硬碰 只是摆出一个政治姿态 一来呢 提诊国内事情 来向天下诸侯宣示立场 秦国如果能够看出这层道理 对韩国的挑衅 应该就不会当真了 可以全力以赴的对付罢属 但秦国这边呢 要么是没人看得出 要么是即便看得出 但毕竟强敌压境 生怕万一有个闪失 所以在军事部署方面 就有了两个选项 一是向东伐寒 二呢 是向南伐蜀 张仪建议伐寒 司马错建议伐蜀 该听谁的呢 那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吧 辩论双方 张仪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名人 而对面这位司马错 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露面 在史记的最后一章 司马迁追溯家族血脉 说司马仕原先是给周天子做事的 后来呢 离开了周王室 落脚在晋国 再后来开支散业 有到魏国的 有到赵国的 还有到秦国的 司马错就是司马仕在秦国的分支 司马迁就是司马错的直系玄孙 司马仕在秦国成为名门 正是从司马错开始的 司马错和张仪展开辩论 如果我们并不知道结果的话 一定会把赌注压在张仪身上 毕竟张仪在战国时代 是数一数二的名嘴 只有陈枕能和他护有攻防 更何况张仪这一回的发言 目的并不是忽悠外国君主 而是真心替自己的老东家谋福利 一番利弊分析 实实在在不耍花招 张仪的意见是 秦国这一时期的基本国策 应该是拉拢魏国和楚国 把他们稳住 然后呢去打韩国 突破韩国的三川 新城 宜阳 在东周国和西周国的近郊 展示兵位 把周天子按住 这样的话 九鼎啊就归我们了 天下的户口突起 也归我们了 我们就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实现帝王大业 张仪还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 说人们争名逐利 争名要在朝廷里争 逐利呢 要在市场上逐 现在韩国的三川之地 和周王室的地盘 就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场 如果不争这些 反而去跟蛮夷相争 这岂不是和帝王大业 背道而驰了吗 在张仪提出的战略里边 最著名的就是那句 邪天子以令于天下 前面讲过 周王室的直辖地盘 已经分裂为 东周国和西周国了 合称二周 二周呢面积不大 全部领土都被韩国包裹着 所以要想携天子 首先就得打韩国 突破韩国的西部边疆 才能够抵达二周 在张仪看来 周王室虽然守护妻之力 但名头还是不能小觑的 所以二周虽小 却是天下枢纽 如果说张仪想错了什么的话 那倒是可以这么问他一下 假如二周真的是天下枢纽 那么把二周牢牢包裹着的韩国 怎么就没能成就地业呢 哈 张仪的方案到底在不在里 司马错又会怎样反驳 我们下一讲再谈 关于邪天子以令于天下 你还知道哪些相关的历史事件 这是不是一种高明的策略 为什么 希望在留言区看到你的想法 上一讲谈到 秦国同时遇到两件事 一是韩国打过来了 二是八国和蜀国闹矛盾 都请秦国帮忙 秦国呀 没法两线作战 到底向东还是向南 只能二选一 秦桧文王召开御前会议 张仪建议向东 司马错的建议向南 轮到司马错发言了 很难想象 这个完全不以口才著称的人 竟然赢过了张仪 司马错的建议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川于一带 从此将要正式进入中国版图 不再是画外之地 满意之邦了 司马错反驳张仪 首先抛出了一个大道理 原话很响亮 是这么说的 欲富国者勿广其地 欲强兵者勿富其民 欲王者勿博其德 意思是说 要想让国家变富裕 就必须扩大疆域 要想提高军队战斗力 就必须让人民变富裕 要想成就王爷 就必须广世恩德 嫌这个大道理 是从商鞅那里来的 着重点还是 富国强兵搞扩张 这已经是秦国 本土文化的精髓了 以上三大要素 具备了 改朝换代呢 也就随到驱城了 那么当下的秦国 到底有没有把 这三大要素集齐呢 司马错说 明明就没有嘛 秦国的版图 还很狭小 人民还很贫困 所以咱们不能好高污远 必须脚踏实地 从容易的地方坐起 所以才有必要 南下攻打蜀国 蜀国呢 是个蛮夷国家 国军暴虐无道 我们轻轻松松的 就能把蜀国灭了 灭掉蜀国 从成本来看 既不会劳民伤财 也不会受到 国际舆论的指责 而从收益来看 蜀国的土地都归我们了 财富也都归我们了 成本很低 而收益巨大 相比之下 攻打韩国 劫持天子 这种事既缺德又毛进 会把我们秦国 带入人人喊打的困境 促使天下列强 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让我们呢 费力不讨好 倒惹一身骚 所以还是听我的吧 打树国去 十拿九稳 有意无害 资质通信 接下来的记载是 秦桧文王 听从了司马错的意见 发兵攻蜀 果然啊 很快就占领了蜀地 把蜀王呢 贬号为侯 派陈庄担任蜀相 自从蜀地 并入秦国版图 秦国日益富强 更不把天下诸侯 放在眼里了 这么一讲 事情好像相当简单 但真实情况 必定复杂得多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但凡蜀道好走一点的话 蜀国也好 八国也好 恐怕早就不复存在了 蜀国的军事力量 就算再怎么不堪一击 秦国军队也只有翻山越岭 走到蜀国军队跟前 才能发出这一击 就算司马错不了解这些地理因素 秦国朝廷里 也必然有不少了解的人 所以秦桧文盲的决策 只能说明秦国甘愿付出巨大的 行军和补给成本 怎么都要趁机把蜀地收入囊中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加上蜀道难这个因素的话 张义的方案 难道依然相行见处吗 那就很难讲了 激进方案未必不行 稳健方案也未必真能奏效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站在秦桧文王的立场 宁愿选择稳健方案 而站在张义的立场 自然首选激进方案 这就是管理结构里注定会有的张力 今天也还是这样 从事情后来的发展来看 张义对巴蜀地区显然缺乏了解 等他真正了解过这片地方 有多么富庶之后 扩张意图马上表现得比司马错更为积极 但即便张义早就了解巴蜀 更了解巴蜀对于秦国的意义 在御前会议上 恐怕还是会坚持东进的方案 张义作为职业经理人 天然就有一种倾向 那就是在短时间内 做出肉眼可见的成绩 至于会造成多少隐患 短期显现的 不妨见招拆招 没解决一个新的麻烦 反而会让自己多一份功劳 而长期显现的隐患 就随他去吧 至于吞并蜀国这种事情 从军事胜利到军事战力 再到重建管理秩序 再到彻底的同化和内化 再到真正从这里获得显著收益 过程不知道要有多久 一旦领了这种差事 政治生涯里 不知多少年的宝贵时光 就会耗尽去了 这种事 就算再怎么功在千秋 但对于个人而言 大概率上是个既赔本 也不赚吆喝的买卖 而站在秦桧文盲的立场 秦国呢 是自己的家族企业 自己向上 不能让列祖列宗蒙修 向下呢 要能让宝贝儿子 可以顺利接手 这么一想 自然容易觉得 东进方案比较冒进 而南下方案就算失败了 也无非死掉几个人 浪费一点物资而已 所以在秦汉以后 两千年的郡县制历史上 总有人想要恢复封建制 就是觉得 地方官几年一调任 别说不是子子孙孙扎根当地 就连本人这一生啊 都做不到 为了出政绩就必然积功尽力 至于是不是后患无穷 那就和他无关 扔给继任者去操心吧 话说回来 蜀国并入秦国版图 给秦国带来的好处 除了司马错讲到的那些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占据了长江上游 将来打楚国可就容易太多了 军队和后勤普及都很方便 走水路淹江而下 华阳国志有记载说 有个叫田真黄的人给司马错帮枪 着重点就在这里 我们看历朝历代 长江以北的政权 要想拿下江南 从长江下游 强行渡江 虽然不是不可以 但难度太大 北方呢 必须要有强的多的势力 才能成功突破 而在战国时代 秦国和楚国的势力 并没有很悬殊 这就使得川渝一带 对于秦国而言 特别具有战略意义 从此以后 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 也就都在秦国的掌控之内了 成都平原呢 还特别能够产粮 秦国本来就已经有一座 天府之国 关中平原 这下又捞到了一个 天府之国 成都平原 在那个以更战定胜负的年代 两座天府 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语 那么秦国灭蜀 真的帮了八国的忙吗 并没有 华阳国志记载 这是因为张仪 随着司马错一道法蜀 看到八国富饶 动了贪心 于是搂草打兔子 把八国也给灭了 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 很难考证 张仪 是不是跟司马错一道 也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 秦国确实在短时间内 接连吞并 八蜀两地 那我们就更好奇了 秦国到底是怎么解决 蜀道难的 关于这件事啊 有一个很著名的传说 说的是秦桧文王 雕刻了五尊十牛 把黄金呢 放在十牛屁股底下 忽悠蜀王说 这是天牛 大便拉出来的 不是牛屎 而是金子 蜀王啊 信以为真 为了迎接天牛 不但派出了上千人的队伍 还让五丁力士拖拽石牛 硬生生的在崇山峻岭之间 开出了一条通道 这条道路 因此被称为石牛道 秦国军队沿着石牛道 就把树国灭了 是不是很有熟悉感呢 前边讲过 智瑶攻打球游 就用到了这个策略 球游虽然是个小国 实力不强 硬碰硬的话 完全不是智瑶的对手 但球游坐落在群山深处 和外界没有大路相通 所以外面的军队呢 很难开得进去 智瑶铸了一口大钟 装上了大车 作为礼物送给球游国军 后面的事情和秦国灭蜀如出一辙 武丁丽氏的传说 虽然并不可信 蜀国也未必真有 修桥铺路的工程水平 但这段记载 至少可以说明 观念当中的一个事实 那就是 蜀道难 入蜀实在不容易 所以秦国为了灭蜀 一定下了不少的本钱 绝不会像司马错讲的 那样轻松 听完武丁丽氏的故事 你觉得 秦桧文王吞并巴蜀 是因为巴蜀相攻击 而临时谋划的趁火打劫 还是一项国家大忌 欢迎在留言区 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 再见 周慎接亡五年 张仪和司马错争论 到底要东进还是南下 同一时间 远在东北一余的燕国 在无声无息中酝酿着一场巨变 辞职通鉴如此交代事情的起因 苏秦死后 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力 也在诸侯之间往来游说 打出了自家的名声 燕国总理子之 找苏代攀亲 做了儿女亲家 想借助苏代的力量 夺取燕国政权 这些记载 到底对不对呢 现在你应该已经有足够的辨识力了 知道苏秦其实还没死 苏代和苏力 虽然和苏秦是兄弟关系 但不好说 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 在先秦史料当中 苏家这几兄弟的事迹 经常被人搞混 要么同一件事情 这里归在了苏秦的头上 那里呢 归在苏代的头上 要么只提苏子 也不知道 到底说的是哪位苏子 后一种情况 不仅苏家兄弟有 后世一直都有 最突出的就是 儒学大师 成好成怡兄弟 后人呢 每每提起 成子如何如何 很多时候都让人搞不清楚 到底说的是哪位成子 资质通鉴谈到 子之和苏代结亲 还好 没说苏子 不过当事人 究竟是不是苏代 还真不好说 因为资质通鉴这段内容 史料来源 可以追溯到战国策 而战国策是一部文献汇编 经常前后矛盾 在结亲这件事上 有说苏秦和子之结亲 苏代和子之交好 也有说苏代和子之结亲 反正啊 莫中一世 无从考证 但无论如何 各种记载当中 透露出的共同点是 苏家兄弟 最主要的活动区域 就是燕国和齐国 往来奔波于今天的北京 和山东林兹之间 但和今天相反的是 林兹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 世界级的经济中心 文化中心 而北京呢 就算抛高了说 最多也只是一个二线城市 我们沿着资质通鉴的记载 接下来就要看到 苏代为燕国出使齐国 完成任务之后 回国交差 燕王快赶紧向他打听 在齐国的建文 关心齐国 是不是国力在走上坡路 将会称王称霸 对燕国构成威胁 这里啊 有三处细节 需要留心 一是从资质通鉴 下一年的记载来看 苏代和燕王快的 这番对话 并不是发生在 周慎晋王五五年 而是发生在 更早的时候 大约两三年前 二是 五国罚勤的时候 燕国也出兵了 按说跟齐国是盟友关系 但战国年间的结盟 本来呢 就没有什么约束力 何况燕国和齐国接壤 对燕国威胁最大的 就是齐国 三是 资质通鉴 对燕国国军的称呼 非常的特别 叫燕王快 不像 魏惠王 魏乡王 齐威王 齐宣王那样 称呼嗜好 为什么对燕王快 不称呼嗜好呢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他没有嗜好 为什么没有嗜好呢 因为他不但没有好死 而且弄得国家大乱 险些亡国 拟定嗜好的程序 也就没有跟得上 所以人们提到他 就只能称呼名字了 燕国属于周朝 同姓诸侯 国君呢 姓姬 按照今天的称谓习惯 燕王快 名叫姬快 快啊 是一个非常生僻的字 口字旁加一个开会的会 作为人民 很可能取的是 称心 快意的意思 他还是个多音字 我之所以认定他在这里 应该读快 是因为燕王快的后人 以快为式 快就变成了百家姓之外 相当罕见的一个姓氏 在古人考定姓氏的书里 被安排在怪的韵部 所以就能判断出 燕王快的快 要读快 你看 做音频课程 考定字音 真的是非常伤神啊 好 咱们把话说回来 面对燕王快的问题 苏代的回答 斩钉截铁 说齐国呀 成不了气候 苏代解释说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 是因为自己发现 齐王不信任自己的大臣 这就是苏代巧妙的话术了 不拙痕迹的 嚷烟盲快 见不咸而自喜 转而呢 对子之总理信任有加 这种程度的信任 大约就像三国演义当中 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 在这个问题上 古代管理学分裂成两大阵营 一派主张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另一派呢 就会发问 我怎么知道 要用的这个人 是诸葛亮还是子之呢 考演力这种事和赌博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法术士 必须兼备 管你是诸葛亮还是子之 虽然没法人尽其才 但至少谁都翻不了天 在司马光的时代 用人不疑派 占到绝对的上风 宋神宗对王安石 就是史无前例的用人不疑 这就给了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 非常强烈的震撼 既然自己从小受到 儒家价值观的熏陶 没法转头法家的法术 示意盼 那就只能责怪 宋神宗像燕王快一样 缺乏诗人之名了 但是则被皇帝 批心不好 这不等于减损皇权的权威性吗 那么要把王安石 说成是和子之一样的货色吗 这好像也难 因为王安石的才学和品德 毕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宋朝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在批判王安石变法的时候 时不时会有几分纠结感 按说 燕王快受了苏代的蛊惑 专任子之 子之成为燕国实际上的控制者 也应该心满意足了 但子之不但要实 还要明 不但要自己这一生 还要子孙万代 于是又有一位叫陆毛兽的人 继续忽悠燕王快 请他认真考虑善让的事情 这位陆毛兽到底是父姓陆毛单字名兽 还是姓陆双名毛兽 抑或是陆毛地方叫兽的人 还是陆这个地方叫毛兽的人 陆字在这里又应该这么读 凡此种种 说法各异 已经无从考证了 我们不妨从简 不管了 就叫他陆毛兽好了 陆毛兽拿古代圣人当榜样说 姚圣人之所以美名扬天下 还不是因为不贪恋权贵 善让给了送圣人吗 大王啊 你如果学习姚圣人的榜样 把国家善让给子孙 您就能和姚圣人赢得一样的美誉了 燕王快心花怒放 继续放权 这时候的子孙 只剩下唯一的障碍 太子 太子毕竟是燕国的合法继承人 燕王快虽然已经老糊涂了 但如果等将来太子继位 子孙手里的权柄 是不是还能保得住 可就很难说了 退一步说 就算保得住 但无论如何 都没法代代传承 所以趁着燕王快还有号召力 赶紧把太子问题彻底解决才好 于是又有人跟燕王快谈心了 说治水的那位大羽 推荐博弈当自己的继承人 但同时培养亲生儿子 任用其手下的人给自己做事 等到大羽年老之后呢 说起没有治理天下的能力 就把统治权 善让给了博弈 结果呢 起纠结党羽 攻打博弈 夺取了王位 所以天下人都说 大羽表面上把王位 善让给博弈 其实默许儿子起 壮大势力 去夺取王位 如今燕王 林虽然把权柄交给了子智 但子智 能够任用的人 全是太子的党羽 这不等于表面上善让子智 而实际上让太子掌握政权吗 于是燕王快面临的选择是 要不要剥夺亲生儿子的利益 来成全一个外人呢 高尚的人 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呢 儒家伦理 又有没有标准答案呢 欢迎在留言区 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再谈